怒轰曾窒息道歉避重就轻。 历经还原炫化,一次都没有。 历经,左,再轰曾窒息。 图翻设字脸书,2018408。 曾窒息日前在节目上,透露过去在当助理主持时,因为不小心插话,打乱历经节奏,遭到历经训话一,两个小时,历经左,七,日在脸书直言根本没这件事,打脸曾窒息。 事后,曾窒息坦言为了节目效果夸大,还在脸书致歉,但隔一个小时后,历经认为曾窒息的道歉避重就轻,更说自己一次都没有找曾窒息来确化,希望能还给她清白。 曾窒息坦言,曾窒息坦言,这次的事情是我不对,我不该为了效果在节目上把精子的故事夸大了,而后不断说在历经身上学到很多, 但全文并未说出历经究竟有无训话动作,只是一昧道歉,还希望历经能大人不计小人过,表示以后上节目会多注意。 果不其然,历经看到曾窒息发文后怒了,认为她这样解释,会让外界以为自己曾经有找曾窒息来确化,直言,明明一次都没有。 更说其实不需要曾窒息道歉,只希望还她清白。 历经也还原录影真相,就是全部人收工后,都早早离开现场,更问曾窒息,乃何时留下来过? 何时下节目,找乃来化妆监讯乃? 历经也说知道曾窒息要打电话给她,可是总不能公开骂我,私下道歉, 看来曾窒息惹得火,一时半刻还没办法完全解决。